What's up boy What's up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跳跃力的上限在哪里 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还有30岁以后还能不能灌难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活在地球上 我们都受到地形引力的规范 除非你是黑人 一个true黑人是不用遵守物理定律的 他们根本不需要研究物理 但是我们既然不是黑人 就有必要了解一下 跳跃在物理上的限制 根据功能原理 跳跃时我们的腿出力做工 转换成我们的胃能 因为有能量损失 所以前面要再乘上一个转换效率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如此简单的公式 只有4个项而已 没错 你能跳多高的上限 就由这4个因素来决定 这4个项分别有他们在生理上的限制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最简单的X 它就是起跳前蹲得多低 看起来好像蹲得越低越好 其实不然 因为肌肉有它最适合的输出长度 过度延展力量也是会往下掉 所以膝盖弯曲 大约在70度到90度之间 有它最划算的输出效率 宽关节大约是130度左右 每个人不太一样 似乎角度大的人比别人稍微有点点优势 不过除非你是因为后天活动度受限 那有必要去改善 不然应该是没有人特别在练这个的 也不知道要怎么练 所以基本上我们把X这项视为是天生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X X是你下肢整体的力量输出 基因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的力量上限 一个正常没有打针吃药的人 极限大概是这样的 不过其实我们都离这个上限还很远 都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那年纪会有一点点影响 大约过了45岁之后 力量下降比较明显 那我没说 好总之呢力量是这里面 后天可塑性最高的一项 但毕竟实际跳跃跟重训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还是要承担一个转换效率 这个 不会念 另外呢我们把各种 会影响你出力的因素 都归在这个项里面 已知的部分就包含了这些 我自己觉得年纪大了 退步最多的就是神经征招 跟柔软度 现在一整个就是硬 那对很多人来说 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动作控制 跟协调性的部分 不过还好 这些透过训练是可以提升的 那至于像柔软度 关节活动度这种东西 平常就要靠自己保养 那我到底要怎么知道 我现在效率是多少 我现在就算给大家看 那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找一个使用肌群 跟跳跃最接近的动作 来量测力量 那我觉得用Leg Press 因为它不需要考虑自己的体重 也没有受太多技巧因素的影响 得到数据最单纯 首先我把大约5RM的力量 乘上我蹲的距离 就除以我的体重 会得到这个高度 然后你去跳一下 看你离地多少 那因为我们要算的是 从重心最低点到最高点的高度 所以要再加上你刚刚蹲的距离X 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个数字 把这两个数字给它除起来 这样我就得到了转换效率 那根据这个效率我就可以算出来 我每提升1公斤的力量 大约可以变成0.6左右的跳跃高度 假设我要灌烂 我需要再提升25公分的高度 所以我需要再提升 大约40公斤的力量 好像有点难度 我们还忘了一个因素 就是体重 跳的高度跟体重成反比 很多人在那边说 啊老了跳不起来了啦 其实就只是变胖而已 你可以看到很多跳得超高的外星人 体型都维持得瘦瘦的 像LeBron James这种又大只跳得又高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是黑人 其实从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 如果我在减少5公斤的体重 那在力量不变的情况下 我还可以再增加10公分的高度 这时候我就只需要再提升25公斤的力量 就可以达到灌难的目标 有些人 有些人可能会说 你算这个时间还不如好好去练 但你知道吗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黑人也在练 你不搞清楚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 怎么可能练得赢黑人 网路上可以找到一大堆提升跳跃力的方法 但你不可能每个都练 我建议先补强自己的弱环节 一方面这样效益最高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受伤的风险 举例来说 像我即使效率提升到100% 高度还是不够 能量不可能无中生有 所以这时候我就应该尽可能的 想办法去提升我的最大激励 如果你的力量已经快封顶了 但是你的效率很差 这时候你再继续提升力量 边际效益就很低 你应该优先改善自己的效率 做一些PLOMETRIC什么的 OK那怎样的效率叫做低呢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自己的数据 或许有机会我可以统计出一个 转换效率的常态分布 那目前就暂时以我自己当标准好了 比我低的就算是低 原三战以南都叫南部 OK总结一下 力量跟结构决定了你的上限 效率决定你能发挥多少 我知道这个公式不是非常严谨 但是可以作为参考 让你知道需要加强的方向 30岁以上要灌篮还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我也会拿自己来做实验 看看有没有效 没效的话 还是乖乖留在地面上读物理好了 OK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祝大家灌篮成功 掰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